我今天就二三十年前去了 哎呀,我今天都在家了 嘿嘿嘿 你叫自己看修材去吧,我送你 真的送了,那我就看修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林果尔 刚刚另一个老人家说,这个偷捞机已经好几十年了 他让我修,如果修好的话就送给我了 看这方向盘,如此包装 看这座椅,泰哥屁股了 这油门,蹦他又蹦 那你看,他应该没气好几年了吧 看,这里面内挡都已经露出来了 看这俗色的外壳,这个积抹了一遍又一遍 关键还是几年前就已经摇不然了,走不动嘛 这期的视频比较重点级,我就不搬回去了 我就在这里拆,脱干 拆,脱干 鸡蛋 看这个钢铁都是焊过的 这么厚的包 哇 这个机油都包浆了 什么叫包浆 这才是真正的包浆 里面还有水 多少 librпер 都包浆一 1920 2个小火 倒入冰箱 1个小火 2个小火 纸可打仗 1个小火 60分钟 3个小火 發酵 1个小火 煮到4个小火 碎 1个小火 隔 кот 他的肉 隔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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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这里面都已经干了 看这个机器1980年的12马力 这个机器所有的配件都在这里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给它清洗 然后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看看 看这么厚的油 你们看这上面的机油 看 看这些机油 你们看这烧铁片都已经不回摊了 这个烧铁片换成这样了 需要重新换一副 还有这个弹红不在了 都已经不回它了 还烧什么车呀 有油布的配件 我已经清洗干净 接下来我就开始除臼 烧铁片 油布的已经清洗干净了 接下来我就开始烹红除锈了 这个机器的锈已经除了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处理这些我已经发现的问题 这个刹车总成上面的这些螺丝 需要给它处理掉 还有就是这个油风 已经烂了 需要换 就是之前我拆的时候里面看到的 有一边刹车那里面全部是油 看这些四个油风 我把它两个都全部给换了 这个原本的风向盘 它已经弹了 这些胶已经坏了 是不能修复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看这个烧车片已经弹成这样了 就是因为油风坏了 我又买了新的 还在路上还没盘 还有这个机油表是坏的 我买了新的 在路上还没盘 这个前轮的锥形轴成也坏了 它好的时候是这样的 我也买了新的来换 这个油箱支架也断了 这个需要用生铁焊条给它焊上 这个风向盘的轴头 原本是有一个胶套固定的 但是我这里没有胶套 所以我就把之前那个烂的锥形 轴成给它放在里面 咦 还刚刚好 你们看是不是刚刚好吗 稍微给它焊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排气口已经捏了 这么大的一个口 需要给它处理一下 还有就是这个保险杠 已经变成这样了 以我的能力来说 我没办法给它掰正了 所以我只能重复 给它焊一个 这个是脱落机的面罩 看它的耳朵不一样 我要把它换成一样的 还有就是它这个脸颊 这个已经抖松了 这个需要给它焊一下 你们看这个倒泥板 已经绣成这样了 我需要给它处理一下 还有之前那个坏的前头 我又买了新的来换 内胆和外胆我都买了新的 你们看这个原本的座椅 它太硬了 而且是烂的 所以我就换了一个 更舒服的那个海绵座椅 它是具有减症的 这个回味器的弹簧也断了 我要给它弄一个 这个脱落机上面的螺丝 已经坏了差不多了 看我买了这么多新的 全部给它换了 这个脱落机的问题 大概就这么多 接下来我就开始一一的处理它们 我看了一下这里面的这一个是好的 我就每一个都换一个就好了 刚刚不好了 最后的这个东西 就是在这里面的 但是这个鱼肉 就是非常不高的 就是这个鱼肉 就好了 就像鱼肉 这样一般的鱼肉 就像鱼肉 不较满 那个鱼肉 就是这个鱼肉 就是这个鱼肉 都用鱼肉 就是鱼肉 就是鱼肉 鱼肉 開箱 親切皮 熟成 黄蟹 黄蟹 死 黄蟹 倒入死板 自然物調味料 倒入焦糖 漦減 蔓延長 再加上碎 加上碎 水 加上碎 加上碎 沸騰 沸騰 鰹 沸騰 沸騰 压量的伏貌 放入烤箱 这是新的轴承 给它换上去 培伸到几个小羊 4个月 2个月 8个月 6个月 2个月 大約 10分钟 10分钟 这个齿轮需要对齿 看这里有个标记的 这些是用鱼的干净 加深入鱼的皮 加深入鱼的手 加深入鱼的鱼的部分 加深入鱼的鱼的部分 鱼的鱼的部分 加深入鱼的部分 1多多個肉 1個肉 1個肉 3個肉 3個肉 1個肉 皮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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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蟹 炒到 großes 很像 as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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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夕陽 先把车放空档 拉下油门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 车放空档 这个机械终于弄好了 刚刚我试了一下动力还不错 我是第一次弄这个机器 从拆到修差不多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过程中还请教了不同的师傅 小龙呈现的这个样子 我个人觉得这段时间我是值得的 然后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